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组织了这个神才国际艺术团 那去年的十月 我们也主办了第一届的神才艺术节的节目 这个节目也就是刚好在去年八月份的时候 我们纪念我们的这个文艺界的英雄 胡琼君老师的这个去世一周年的时候 是我们一群当初跟他在一起合作的朋友们 专业演员们大家一起就主办了这个节目 这个节目去年非常的成功 那很多朋友都说这个节目 是他们这几年来看过最棒的一个节目 所以节目一完了之后 我们发觉我们有足够的专业演员 我们也有非常强的向心力 所以我们就决定今年我们还要继续 我们每一年都要 我们要继续发扬这个胡琼君团长 他以前的那种对文化的奉献的精神 我们有足够的一批人 都想要继续他曾经做的这件事 所以我们决定每一年 我们都要扮演一次节目 今年我们十月份还要再扮演一次 这个第二届的神才艺术节 因为我记得去年在第一届神才艺术节的时候 在那晚会上我是倾听现场的 所以说我看整个 不管是舞台的编排还是艺术形式 都可以说是行云流水 非常非常好 然后我有个问题想问杨阳老师 就这样的一场艺术盛宴 你们要花费多久的时间去准备呢 去年那个江先生给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两个就算是一拍即合 那么那个时候离我们真正八月份的演出呢 大概有十个月的时间 所以当时我在想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因为从舞到有什么都没有 那么就是一腔热情 然后他说没关系 我来负责找钱 然后呢你来负责弄晚会 后来呢我说好吧 咬紧牙关 我们就八个月的十个月的时间 然后呢找演员 他找到了钱 然后我们来设计服装制作 我们就是从他跟我说的那一天开始 我们每个星期都排练 那最好的 我觉得最感动的是 我们有Dennis Naha 是曾经圣河西芭蕾舞团的团长 那么他是一个非常有艺术造诣的人 那么他曾经跟安物也有很深的交情 那么他也是非常主动的 就跟我们在一起 跟丁维平老师一样 马上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 每个人都就集中过来了 包括和安物一起 演出了那么多年的演出的演员 我们所有人都是 就纷纷就过来说 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吧 所以呢我们很容易的就集聚在一起 然后呢花了一些大量的资金 来制作服装 然后为了他来奉献了一台 安物生前最喜欢的节目 所以我们去年的节目 我们所有的每一个节目 都是安物曾经最喜欢的节目 那是真的是送给他的 所以是这样 对 我觉得去年的时候非常感人 对 然后安物老师 因为他之前生前的愿望 他可以说是把他所有倾尽所能 奉献给了社区 奉献给了艺术的这个领域 然后他最大的理想 就是能够看到所有的艺术家 能够在他搭建的这个平台上 展现他们就是艺术的这种魅力 可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在十月份 已经是第二 将迎来我们第二届的 神采艺术团的这个表演了 对 所以对比我们第一年 第二届有哪些 就是从形式上 还是从舞台背景 有哪些不同的地方呢 我先讲一下 从去年的成功 也许很多朋友们没有去看过 从去年的表演非常成功 有一点可以验证的就是 去年来看过节目的 那个众议员 加州众议员 朱感生先生 他就答应 今年要当我们的主席 当我们的节目的主席 那还有去年来看了 那个San Jose的市长 Sam Liccardo 他也非常的满意 他今年愿意当我们的荣誉主席 这就是一个验证说 我们去年的节目有多成功 而且这个去年一完了之后 马上就开始排练今年的节目 所以今年的也不会比去年糟的 非常好 今年和去年 我觉得就是最大的不同呢 是我们呢 比去年的难度要增加 因为其实超越自己还是挺难的 但是呢 我觉得我们今年呢 真的就是运用了很多舞蹈当中 应该说如果专业的演员来看的话 他会知道 我们现在加了有剑舞 那么剑气呢 在唐宋时期就是那个时候 是那个时候最鼎盛的一个 就是一个用的一个气 那么它是作为一种尊贵高贵的象征 然后慢慢地演变下来呢 其实剑气是一个非常美的 一个舞蹈的一个道具 那么我们一般来说 剑气是在武术和男子舞蹈当中 运用的比较多 但是呢在中国我来说 女子的剑舞实际上是比较难的 它除了要求你的身孕功底 比较好以外 你还要学会用到剑气 因为剑它是很有力量的 它要刚柔并济 所以呢我今年给我们的团长 给我们所有的团员 就下了这么一个目标 我们花了真的六个月的时间 就专门在练这个剑 因为大家的手腕都会很疼 因为剑你还要抖到它的声音 还要用力量去控制它 去控制它 所以我们今年就是花了很长的时间 排了一个舞蹈的剑舞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值得一看的 因为我们在专业性上面 我们提高了一大块 然后我推示我所有的演员 就是往前走 所以还有今年呢 还有一个亮点呢 就是我们编排了一个敦煌 那敦煌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们今年呢 用敦煌呢就是讲了一个故事 就讲一个古代的书生呢 他误入了一个就是一个山洞 结果呢他遇到了一个长者 他说这个是什么地方 似曾相识 长者呢就笑而不语 然后送了他一个竹卷 说当你打开竹卷 看到这个的时候就像一个钥匙 你就能够知道其中的秘密 后来他打开这个竹卷以后呢 莫高窟的这个山洞就开了 然后就飞出来敦煌的壁画 它是有一点点有点神话的意思 那飞出来以后 他在惊吓当中他就晕过去了 然后等他再苏醒过来以后 他发现 他其实其中敦煌壁画的 其中的一个 那实际上冥冥当中 就是他已经是在故事的人物里面了 还有一个人在等待他 所以就是一个很浪漫的一个故事 但是呢我们花了很多的 大量的就是时间 来制作我们的舞台效果 还有呢我们的服装 也是花了很多钱去设计 然后呢就是 还有很多舞蹈的道具 像那个敦煌壁画里 所有的乐器 我都是参照去找一些资料 找到的他曾经用的一些乐器 然后来把它做出来 所以呢我们每一个 敦煌的那个飞天里面的演员 都会有一个不同的乐器 然后就是非常有可看性 然后整个画面是会非常的鲜艳 太唯美了 对对对 光听杨老师这样子讲 我都觉得说这个画面 就非常有画面感 对 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知道我们花了很多时间 投资在制作上 那在选人上呢 因为我听杨老师刚才讲 这些技术上都不是普通人 所以说没有任何舞台经验 或者是舞蹈功底的人 可以做到的 对不对 对 我们在选择的话 首先我们就是有一批 在安物带领之下 这十几年就拿我说吧 我跟安物在一起已经十六年了 那么还有一些 比我年纪还要资深一点的 那么跟他都将近二十年 那么我们在跟安物的 这几年的当中 这十几年当中 已经积累了一批人了 我们这批人大概有十个 然后呢 现在我们从去年到今年 我们又新加进来一些演员 其中有看完演出以后 自己来找我们的 真的 还有我们之间的一些朋友啊 相互介绍啊 我们都会通过 audition的形式来 就是请他们加入 我们只有一个宗旨 就是你热爱舞蹈 对 因为我们所有的人 都是在volunteer的在做 对 就是你一心的 就是想把一个事情做好 就是热爱舞蹈 对 那么我就是以这个为原则 如果你能够来参与 然后你有一定的演出的经验 就是六年以上 然后呢 你有一定的基本功 然后我们会根据你的情况 然后来考虑 是不是能够加入我们团 因为我们团每年 是有很多很多机会演出 然后有一个特定的 就是平台 让你去展现 所以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说 尤其是你热爱舞蹈的人来说 是很有吸引力的 我们也很希望就是广招一些闲材 能够来把我们的整个团的 那个素质整个再提高上去 那现在我们有17位演员 我希望在将来 我们有24位36位 这样的话 把它做一个很大型的团体 因为一个人两个人 是力量薄弱的 我希望我们整体的团 是很有力量的 然后整个初曲演出 是非常有震撼力的 对 可以说杨阳老师刚才讲的这些 也都是传承 杨阳老师曾经的 这样的一个梦想和理想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神采艺术团 可以不断地壮大 在未来能够有更多 更美好的节目 呈现给我们观众朋友们 然后我们这是 晚会是在10月2号的 12号 10月12号 星期六的晚上 星期六的晚上 是在盛和赛艺术中心 对吗 它的California Theater 加州戏院 加州戏院 在Dowtown San Jose 对 非常漂亮一个非常古董型的 古典的一个 古典的 很美 对 我们很期待 就是说 在第二次 神采艺术团的这个表演 也希望我们小伙伴们 完全小伙伴们 都能够亲力支持 到场去欣赏 这样一场完美的 艺术盛宴 我们更漂亮的信息 会在我们 今天节目的尾端 希望大家能够 多多参与 也希望再次感谢 安丽老师和杨老师的到来 谢谢你们 谢谢您吗 谢谢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 感谢观看